那我們要怎樣來分辨他們呢 我之前大家可以仔細觀察一下 這是他們頭部的地方 眼睛後方的白色番范 如果是白色番范比較大 比較提前的那頭 他的名字就是夏語莉 那如果是白色番范比較小 比較稀碎 分部的比較平均一點的那頭 他的名字就是茉莉喔 魚頭叫夏語莉 另外一頭叫做茉莉 怎麼分辨他們呢 就用頭上白色番范來分辨 剛就有講到如果呢 是夏語莉的話 他的頭上兩邊有非常大塊的白色番范 這個就是夏語莉 那另外一頭的話呢 他的白色番范比較稀碎 這個就是茉莉 所以啊我們就可以利用他們頭上的方式 來分辨他們 那其實大家聽到夏語莉跟茉莉 這兩個名字啊 好像都是女生的名字耶 所以現場來賓心中的答案是沒有錯 眼神海豪他們都是女生 慢慢如果以後有機會去其他的選擇館 甚至呢有機會可以到野外看到海豹 但是好像沒有辦法 如何得知要來分辨以前海豹的心別的話呢沒有關係 那現在我們請君豪來跟大家來介紹一下我們要如何從海豹的外表來分辨他們的心別 好在這邊海豹的心別其實非常簡單 大家可以甚至他們在揚中的時候 或者是他們把腹部朝下領子的時候 仔細觀察一下他們的肚子的地方 上面的肚子的肚子量 如果是磁性海豹 他們會有三個肚子形成一個整條三角形 上面的肚子是肚子肚子 下面兩個肚子就是他們用來侮辱的乳腺 所以如果是磁性海豹 他們就只會有兩個孔洞 形成一條直線 上面的一樣是肚子孔 下面的孔洞就是他們用來藏密 生殖器官的生殖孔洞 所以如果是瘋的話 那有幾個孔洞呢 沒有錯是兩個上面一個下面一個 那如果是女生的話 那是一種三個孔洞 那這三個孔洞連起來就很像是很像三角形一樣 那眼神的下育力 還有玻璃他們真的是 是貨真駕駛的女生 待會這兩種呢 由到前面來的孔子剛好就像大家的話 大家可以仔細來觀察一下 他們的肚子上方的孔洞喔 好那說到這邊呢 其實海豹他們是幾角類動物 幾角類動物 除了海豹之外 海象、海豬、海獅呢 甚至海象全部都是幾角類動物 那相信大家可能就沒有辦法分辨 因為全部放在一起 好像全部都是長的一模一樣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請君 來跟大家 來教一下大家 我們要去如何分辨 海豹、海獅、海豬、海象 好 現在分辨這四種孔洞呢 其實海獅是最容易分辨喔 除了體型比較大之外 身體上有痘痘 那他也像我們 肚子上跟他大象一樣 有長長的牙齒 那這個就是海象 那海豹、海獅跟海豬呢 還是給他們一些身體上的外觀 和封面 好像是耳朵的部分 海豹呢他們是沒有外殼 他們只有耳口 那海獅跟海豬 他們則是跟我們一樣有外殼 那再來可以看他們起腳的部分 海豹的起腳呢 我們現在對來做標準 所以他們在陸地上做發行的時候 他們必須用附附貼的地面來做發行 那海獅跟海豬呢 他們的前起腳比較長 所以他們在陸地上的時候呢 可以用他們的前起腳進去的身體 來做發行喔 那再來第三個 可以看他們的 牠的毛皮部分 海豹的毛皮呢 牠們是有斑點的 而海獅跟海豬 就是耳朵的色調 那海獅的毛皮摸起來 跟不超海滾毛皮摸起來 會比較滑順喔 所以啊 如果不會分辨的話 用他們的外表 除了男生變 那最好分辨的話呢 就可以看一下他們的親戚家 海豹的前起腳 非常地軟 所以如果用到海獅的話 他們挺多喔 其實是加打仗之外 可能會打到自己熟悟 所以通常會表演拍手的是海狗 或是海獅 因為牠前起腳是比較長的 所以等一下呢 大家就可以仔細觀察一下海豹 他們的前起腳是真的比較軟 那再來的話呢 海豹他們的人都是耳朵 他們啊 都本人的耳朵呢 是骨骰一樣的 但是海狗跟海獅的話呢 都本人一樣都是由外偶的骨骼 所以如果不太會分辨的話呢 就會用自己的特色呢 來分辨眼前的前起腳 那講到這邊呢 相信現場呢 已經對海豹有經濟的 一點點的認識了 那接下來解說人員也要開放 沒有讓大家來問問題喔 只要那現場來賓 對海豹有其他疑問想請問的話 只要繼續聽得說 要解說了可以看到你的名字 接下來就會請聚好 來幫大家做回答喔 我跟海豹有問題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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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海豹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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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明明她幾歲 她幾歲 她幾歲嗎 對 好 今天我剛剛有小朋友想問一下 於是呢 像玉蒂跟莫莉她們大概幾歲了呢 好 我們海星館這邊這兩條海報 她們今年都已經14歲喔 那其實在一般的話 她們的壽命呢 其實 我到25到30歲左右 那其實這兩條海報 她們是有差別的喔 雄心海報 那雄心海報則是25歲而已 那會有這個差距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她們是屬於 一夫多機制的總社會期待 所以雄心海報呢 他們實際上會為了爭取交代權 跟領域權會與其他雄心海報 有打過的現象發生 那能力會叫雄箱王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雄心海報跟雄心海報 他們的居首會差到實際這麼多的原因 所以啊 因為雄心海報 剛剛我講到領域性比較強的關係 所以啊 他們說明平均就會主角一些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請俊猴趕快出後場 準備來很漂亮的餵食海報 好囉 那請欣賞來平均 請用熱烈的掌聲來欣賞我們的俊猴 謝謝大家 只要做對的動作呢 那是因為他們就會吹一聲照著 讓海報知道他做對動作 接下來就會來開始餵食他們喔 那因為平均啊 他們每天的計時的狀況都不太一樣 所以呢 像夏日鈴克玻璃 他們的可料量也會跟真不一樣喔 基本上啊 海報他們的攝取食量 大概是他們體重的 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六左右 畢竟他們生活的環境是比較溫暖 可以人家說是溫在水域的地方 溫度比較低 所以他們是需要攝取大量的食物呢 來保持他們的體力 以及他們體內的脂肪喔 好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看一下 左邊的夏日鈴跟訓練師啊 然後是右邊的玻璃都已經開始在吃東西 可是會放學到啊 他們在餵食的過程當中 C人員還有訓練師他們都是會用群動 讓海報抵住他們的鼻子 這是因為啊 這是最為一個溝通的橋梁 就讓海報跟他們有直接的默契 只要他們上來之後呢 C人員在餵食的過程當中 就會開始準備啊 檢查他們身上的外條什麼傷口之類的 那萬一如果有的話呢 這樣子他們才有辦法及時的處理喔 他說到這邊就要跟大家講一下 以前還放他們吃什麼呢 他們是吃魚 那我們C人員他們是準備 臭刀魚或是有夜魚讓他們吃 所以臭刀魚跟有夜魚在台灣海域是沒有的 他們的生活環境呢也是比較寒冷的環境 但是因為臭刀魚跟有夜魚啊 提供的食材 這個樣子會比較穩定一些 所以啊 C人員他們就會準備 這兩個要讓他們吃喔 那接下來的話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左邊的訓練師啊 整個把夏律地也叫上來了 而且一直在摸他的頭 所以其實啊 訓練師他們會一直跟海報 或者是甚至一個擺進的做一些互動 或是呢 玩遊戲讓他們玩 那從來這個之外呢 就會開始餵食 然後準備了來看一下他們的一些 身上啊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那像是會如果他們的脊椎受傷的話 他們肯住沒有辦法走沒有辦法動 那這樣的話C人員朋友很 就想說欸那這個海報可能受傷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是比較專業的受益呢 再仔細檢查一下 還換他們身體的狀況 除此之外呢 在俊宏的右手臂那邊呢 有一個白色的鐵子 那這個白色的鐵片呢 其實是要衡量一下 熱力跟魔力的體重機 所以有時候會這位置 我就會直接把他們叫上來 然後讓他們帶在那邊 然後出面跟他們玩遊戲 那在玩遊戲的過程當中 C人員就可以成功得知呢 他們的體重囉 那除此之外呢 現在俊宏啊 要讓茉莉比較圈圈 可是茉莉好像不怎麼聽話 這是 因為畢竟啊 茉莉下約定他們是海報嘛 他們是不在動 所以他們其實有自己的智商 所以他們如果今天心情不好的話 可能他們就不做了 那萬一如果事態好啊 還想要再玩的話呢 他們也有可能不會提私人員的指示 他也有可能呢 會做出一些動作呢 來考私人員環心 這個就是私人員訓練師啊 跟海報的他們的一些的互動喔 好那再來的話呢 就要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海報他們生活的環境啊 是比較乾淨的環境嘛 但是其實呢 海報他們的眼睛非常的厲害喔 因為他們眼睛裡面 有非常多的感光細胞 所以如果他們生活在啊 比較骯髒的水裡面的話 他們只要不思光線都是能看得到的喔 他們可能有來賓想說 欸我之前好像有看過一些新聞啊 或是一點點做爆頭說 海報他們眼睛就算下車也可以 按應生活在這個水裡面耶 而這是因為他們身上還有另外一個秘密武器 會如果他們的眼睛受傷 甚至看不到下掉的話呢 他們的鼻孔旁邊都會有非常多的白色鬍鬚 而這個白色鬍鬚裡面有非常多的神經系統 所以就算如果他們眼睛看不到的話呢 他們有在水中也可以利用他們的鬍鬚呢 來感受眼前的震度 或者是呢 距離他有多遠的獵物啊 甚至天底都是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呢 他們的鼻孔也是很好用的喔 那再來的話呢 因為啊 海豹他們十幾角落的動物 他們的尾巴呢 其實沒有完全退化 所以會發現 會像海豹 甚至海豹呢 他們的後腳 兩腳中間會有一個黑黑一堆的東西 這個就是他們的尾巴喔 那只是啊 其實現在在有外的海豹呢 他們的數量已經越來越少 這是因為呢 被我們人類鼓的關係 因為啊 再以業者來看的話呢 他們的海豹油 就可以做成一些保養品 比如說像是面膜 甚至呢 可以做來吃 那再來的話呢 像是小海豹 因為他們皮毛非常的柔軟 而且非常的高暖 所以有些業者呢 他們就會用海豹的皮革 海豹的皮呢 做成皮革 或是一些喔 大毛衣啊 外衣這樣子來販賣 它其實對他們來說是非常不滑 因為畢竟呢 他們的數量已經越來越減少了 所以是盡量啊 去使用這些東西 這樣子的話 他們還會再繼續 連持下去喔 那以上呢 就是海豹的 衛生解說活動 那也感謝來賓的 全程的參與 也祝各位來賓 在海之關 有懷的一天 謝謝